冷戰氣氛今天可以說是 應該是會炒熱到最高點 知名的模仿節目呢 也來開始在那邊猜猜猜 大選會講落誰家 不過呢相當的噴飯 選政到底講落誰家 直選一人瘋恰恰跟你一起測個字 那時候我測字也是測得很準的 那我們就幫這三組候選人 我們來測一下 每一組有個字 有人說馬英九 說公英很無能 所以我們就測這個無 但是這個無 其實它並不代表無能的意思 因為馬呢有四隻腿 那這個無呢 它下面也有四隻腿 那它上面呢 它有一橫 哪有四個字的 就表示四年 它有機會再連累一次 這個博士呢 就是代表蔡英文 為什麼 因為它有一個木頭 木頭呢其實是 第一話的時候是十 然後旁邊是一個八 就是十八趴的意思 熊啦 不是高熊啦 高熊的熊啦 不是那個熊對不對 不是那個熊啦 我剛才講到 那個木字邊是十八 然後一撇 然後一個日 就是說蔡英文呢 他領十八趴呢 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基本上要有這個熊 所以宋楚瑜呢 是他本身是很有能力的 而且他有四個角 體力又非常的好 又很有能力 所以呢 從這三個字上面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 這一次誰會當選呢 吳伯熊 有冊沒冊都一樣 馬菜宋 人人有機會 不管誰當選了 人民最在意的 還是能不能加薪 能不能買他 能不能 誰當選了之後 在未來四年之內呢 所有的年輕人 剛畢業就能夠買到房子 有誰 蔡小英能夠保證嗎 有可能 馬英九能夠保證嗎 有可能 老宋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但都只是有可能而已 買遠一點嘛 買到雲林去就有了 對 你乾脆 到王忠平的那邊 有沒有 恆春 一平地才兩千塊 你去那邊買也可以啊 對啊 對不對 然後高鐵把它沿線到 到屏東恆春那裡嘛 每天到台北上班 這樣也可以啊 對也不錯啊 是不是 但是應該沒有錢買票吧 對不對 那我們就講說都有可能 最後能夠自勝一擊的 就是這三個候選人 有誰當選之後 能夠 保證 每個人加薪兩萬塊 他就當選了 是這個意思 謝謝大家 選戰倒數時刻模仿節目 全力搞笑 要讓大家輕鬆看選戰 今天新聞台北 綜合報導